人都预算就别看什么12 Pro跟13了 那么想要高性能齐心款的iPhone手机到底应该怎么选 我是小杨 一个在荒野北做20手机皮革商已经很多年了 接下来就让我帮大家挑几款 首先直接看这一款性能强劲的14plus 作为苹果目前的续航天花板 拥有满状态的A15芯片 屏幕也是6.7英寸超视网膜显示 观感来说色彩和清晰度都非常的润眼 而且最关键的目前在小杨这里低至28997 再看这台苹果的12PM不锈钢中框搭配魔杀不立背板 当初发射价高达9299的 目前在小杨家低至2499就能入手一台 24仿生处理器 性能依旧是第一梯队的水准 还有这个大眼三色模组 对角三角怎么看怎么舒服 关键是细节处理 放到现在还是清晰细腻 那么如果同样是2899价格 14plus和13pro又会怎么选择呢